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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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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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脉文明是吧 你这个是一脉风流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咱们可以谈谈 你觉得什么是有品质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是自然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 比如说我们会吃的 要吃饱 吃温暖 吃舒服 当我们成了社会人的时候 我们就得说 文涛今天吃的是什么 我可能要吃的比他有面子一些 吃什么就能比我吃的有面子 有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 现在你去很多的上档次的餐厅 它都会有一个东西 鱼子酱 哎呀 不是贵啊 那商家当然喜欢 他的利润空间比较大 对吧 都加鱼子酱 我吃过比如说生鱼上面放鱼子酱 这个 面包上面涂鱼 对 面包上面放鱼子酱 后来我也吃到了 比如说红烧肉上面 红烧肉放鱼子酱 那什么 我还吃过臭豆腐上面放鱼子酱 油炸响铃上面放鱼子酱 我觉得这个螺蛳粉上面放鱼子酱的日子 其实也不远了 显然 干脚牛河也放鱼子酱 当然了 对一个高档餐厅来说 如果没有松露鱼子酱 它就不叫高档 它就好像就不够品质 对 请客的主人 他得有面子 这就是品质 后来我问一个美食家 我说这个 他为什么是鱼子酱 他说这个鱼子酱啊 是这样的 鱼子酱啊 相当于二十四史 我也想过 这个厉害啊 二十四史 相当于老板桌子后面的二十四史 这皮儿里头是空的 就是 就是老板不一定要读它 但是呢 在训斥员工的时候 他更加的自信 对对对 背靠这二十四史啊 所以我们徐老师背靠的是红楼梦 就是这马克吐文说的嘛 就是经典就是人人都想读过 但从来没有读过 就这个仰望 所以我刚听您一说 就是您的生活一定比我有品质 你都是去的就是鱼子酱加各种奇怪的东西 我是去的什么加蟹黄和黑松露已经封顶了 我也见过就是各种餐厅奇怪的什么小笼包黑松露 我看奇怪了哈 还有什么大饼什么黑松露 什么印度就是印度抛饼加黑松露都有 就当时我就觉得就不对劲了 就哪里来的那么多黑松露 哪来的 你这鱼子酱是不是你也会问一个问题 到底哪来的这么多 鱼子酱也好 鱼子酱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工养殖 鱼子酱大部分都是养殖的 就是不养殖的没有那个野生的没有养殖的 非骰的那些就 对对对对 那是真二十四史 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是鱼子酱就确实好吃呢 鱼子酱它确实是风味非常好 但是我个人理解鱼子酱 其实什么都不用配 单独吃鱼子酱 对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 你看它这颜色都让我想起鱼子酱 就是小丁老师提到什么吃 它都特别有情感 然后你知道我刚才一直有一段时间 没有说话是为什么呢 开始我没有饿 他开始说那猪肉粉条的时候 你注意到他说话的那个速度和那个语感了吗 我就越来越饿 这个我早有观察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话的时候 他一直在咽吐嘛 对对 你要咸水 你就是给人一种 这个就是催眠 他诱发 就是他投入了情感以后 这个东西变得有品质了 其实这个都是跟人的自然属性有关系 你看我们很多的自然属性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的东西我们会吃得过瘾 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嚼肉 我们会过瘾 对 这大块吃肉 我们会觉得过瘾 我们想一想都会觉得过瘾 我们吃那个特别爆辣的烤鱼 我们会过瘾 痛快 哎呀过瘾 这个过瘾之后 可能我们就会追求一点美味 就是我们吃的又平淡 又觉得它里边的层次特别特别丰富 慢慢的可能就会越来越 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越来越有品质了 但是往往它和人的 它有一个巧合 它往往和人的财富掌握的多少 有点关系 就是人越小的时候 它越符合人的自然属性 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吃苦瓜 对 如果让一个孩子挑红豆沙 一碗是有陈皮的 一碗是没有的 孩子肯定会挑那碗 没有陈皮的 但是换过来 你找一个四十岁以上的人 他肯定是挑那碗带陈皮的 因为他知道了 这个有苦味之后 让自己口腔沉浸了之后 再去感受那个甜 这种复杂 这种复杂 所以能够感受复杂的 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 可能跟品质会有点关联 这个是比较正面 就是说等于是吃里边除了满足最直接的满足口语以外 还有点文化积淀了 对 对 但是跟你刚才讲的鱼子匠好像 鱼子匠是虚妄的 但是他说的这个 与其说品质 不如说是品味 或者说是假装品味 但是呢 实际上我觉得品质这个东西 你看一个有质感的男人 这个质感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的品味可以是任何一种品味 但是呢 你这个品味 你这个鱼子匠也好 你这个红豆沙也好 它有一个谁做的地道 谁做的不地道的问题 这个就是质地的那种 徐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有区别 对 那个品质可以很便宜的东西 也可以很好的品质 对吧 那个匆匆忙忙什么东西加鱼子匠 那个就掩盖了 那方面功夫被他省掉了 品质呢 比较接近于我们讲的生产力 那个那所谓品味啊 还有格调啊 还有更接近于生产关系 就是你怎么把它卖出去 这个本来呢 应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 我德国汽车做的好 我日本的电器做的好 它是靠我做的好 但是呢 用从生产力上去抓的话 很累 所以很多人愿意就是 直接从生产关系上入手 这个 这个理论是本雅明提出来的 这个说俗了 就是说一个是做的 一个是卖的 对 从文学生产 本雅明的说法就是 作家怎么写 这是生产力 这是做的 你的书店怎么卖 这是生产关系 他想的是 我怎么写 我一个作家的文风 比方我托尔斯泰来了 那我就卖给了一批的读者 我创造了一批的读者 或者是训练了一批读者 提高了这个文化 可是现在的世界 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生产关系反过来决定生产力 书怎么卖 会影响作家怎么写 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房子 你拿到了一块地 你说是卖房的方法 影响盖房子的方法呢 还是盖房子的方法 影响卖房的方法呢 你想哪一个是先决的 应该是卖吧 对啊 我一块地有了 你闻到你有块地了 马上就打算 你这个地价值多少 你能盖多少层 你最多能够盖多少单位 你能卖多少钱 好 你决定了 你买进来是五千一池 将来卖出去是一万一池 那根据这个计划 卖给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要求 然后我盖多大的房子 洗手间怎么弄 是盖成最高级的 还是盖成中产的 还是往平平方向发展的 你看 所有的生 你怎么盖 怎么设计 变得很简单了 最难的是前面一步 你将来能卖给多少钱 多少人 那这个是很明显 那所以在文化上来讲 就等于是 书店这个书卖给谁 怎么畅销 就影响到你作家 哎 你要写什么 酒香不香不重要 主要是你在外面能吆喝 就是品质是否迎合得来的 还是 那么这个情况下 就跟以前 19世纪以来 Max Weber来 讲的我们有了品质 自然东西就好 这酒香不怕 巷子生啊 等等等等 就是 那我不知道食品上 会怎么出现 我相信在 一般老百姓的吃食上 还是品质为主的 尤其在地方上 对不对 那这实际上就是 城市越大 生产关系决定的成分越大 那越到 它的商业社会 没有那么特别发达的地方 你就会觉得 还是有这么多 所以 鱼子酱是生产关系的 尖端表现 对对对对 很多这个品质 非常差的东西 它卖的特别好 那实际 我心里 我替这个大多数人叫冤 但是我觉得 那他们选择这样 你就这样 我就说说实在话 就是说你自己 没追求 怨不得别人 因为我也比起来 喜欢看那个家具 木匠这个圈里 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 他总有一个 就是在外行人那里 最有名的 但是在他们小圈子里 总有一个 他们就是 最服的 内行人最服气的 你 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活在世上 不能吃亏了 你知道吗 包括我们主持人 哎 不是 我是最有名的 是吗 不是 我也不是 你看你这 你们记录片界 对吧 或者这个 作家 画家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替大多数人觉得冤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是知识不对等 信息不对等 我们就是不了解 那么你要想不吃亏呢 没有人管你 或者说小青还肯管你 你得自己 那就说这个品质 讲究的人和不讲究的人 差别非常大 过去他们讲这个明代的家具 好 我们一般都知道 就是说 他都是直线条的 嗯 简洁的 可是内行的人 他会告诉你啊 这不叫极简主义啊 嗯 这叫极敏感主义 他那个线条啊 收一个圆角的时候 或者叫起一条线 起一条线的时候 你只有内行才知道 有多么难 但是你外行呢 那么你反正你也感受不到 或者你买个这个无所谓的东西 并没有关系 你也能满足你的审美 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件事 非常有意思 在大部分的事情上 我们都是那个大多数人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人活一辈子 就是我所以我就特别想学习 就看见谁好什么 我就特别想钻到 就是你们这个 这个真好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有没有真好 嗯 都两说 对 对 就是当 更复杂的问题了 对 这刚才说到 徐老师说 德国制造 它 这是工业革命之后 就是如何实现标准化 餐饮也是 标准化 首先让你吃到的是不难吃的东西 不是特别难吃的东西 出品非常一致 就是汉堡 炸鸡 这些 你好像是去这个店和另外一个店 吃的一模一样 这大家就会认同你这个品牌 嗯 但是你再往上做 要做好吃的 我没听说过谁说 这个麦当劳比那家麦当劳好吃 这个很少 但是你如果说 我做更好吃一点的 其实大家很难统一观点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嗯 这个没有办法统一 什么是最好的 谁做的菜最好 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就跟他的个人经验 个人好物 个人尤其是个人经验 会有特别大的关系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走过来的路 对 有时候一下就可能击溃你 可能你曾经妈妈做的菜 可能你小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做的菜 我知道一个故事 一个大方地产 不说他的名字 他这个 这个 他的厨师是一个 五星级酒店 直接挖过来的厨师 在那儿做菜 专门给他的客户做菜 那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有钱人 来在确定能不能来投资的时候 来做了考察 在吃饭的时候 吃到了一种 芋头 就是说我小时候吃过另外一种 长得像老鼠的芋头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这个厨师就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找了很多的地方 后来在陕西找到了 这是个广东的地方的人 找到了之后 就在广东也种了 而且种植成功了 当这个老爷子第二次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腰带 把这个都端上了 吃傻了 流泪了 投资了 关键是投资了 对 那你 那关键是第三句 我们跑去吃傻了 这个 流泪了 买单走了 就是可能和个人的阅历 和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就每个人需求 其实都是 不是特别一样 它是既有这个个人的 说你喜欢 你好什么 你好什么 但是你如果因为这个 你说这个东西里边 它就没有绝对标准 好像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中国工匠过去讲什么 采美工粮 这基本上是个绝对标准吧 您说食材也是 采美 对吧 好的菜 最好的这个材料 然后 最好的这个技术 技术和做工 当然您说 什么才最好 某一个芋头 是安徽的最好了 还是比如说陕西的最好了 那么这个可能 是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呢 还是说最后大家会得到一个绝对的公认 哪儿的最好 你比如说你为什么说人生哪儿的最好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从科学的理念来出发 比如说含糖量 氨基酸 脂肪 每一个把它都拎出来 检测 包括这是客观测评 还有个主观测评 比如口感 这个脆度 含水量 这个 后味 入口的味道 再加在一起 可能是 会有高低 那现在我们说 我们的美食家 很多的美食家 他能够做到的一点 就是说 在合适的时间 到合适的地点 吃一些东西 这个就已经是 非常高了 再往上 肯定是 大家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对 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 有一个美食节目 他就讲 他第一集讲 就是这个披萨饼 他一上来就讲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比较 他说如果对 就对一个 这个意大利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 披萨饼 他有披萨饼行业协会 他必须是 某一个地方 出的这种 这个奶酪 这种面粉 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香草等等 这个所有东西 就像您说 是原产地的 这个才叫 是披萨饼 别的就不叫 可是呢 这个主持人 他就说 在日本 比如说 他的披萨饼上放海鲜 那意大利人 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什么呀 我吃过 放烤鸭的 比较 我也吃过 挺好吃的 还加菠萝 是不是 ugly delicious 对 对 他说 对对 是ugly delicious 对 他说 他说那 在日本 为什么他用海鲜呢 因为他离他的 原产地更近 对吧 我不能从 这意大利飞 这些东西过来 那离我这个 更新鲜 那更新鲜是个标准 还是原产地 是个标准 那后来 他还就很多 包括去了那种 那个连锁店啊 等等 就在讨论很多 到底有没有 这个标准 其实最后 他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其实能不能 引起人的 情感的 这个标准 他很多 这个整个的 他这个美式节目 都在讲最后 食物跟情感的 这个关系 对 非常非常 高明高妙的 一个 跨文化比较节目 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我就想到 实际上 我们刚刚讲 德国人 其实美玉 这个概念 最早就是 就是席勒提出来 他说是 他有一个叫什么 美玉简书 他就说 这是一种 对于工业化 碾压心灵的抵抗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工业化 一切都有标准的 社会当中 我们的心灵 也被这种 标准化 碾压 我的美玉 是要把情感 这个东西 恢复出来 那你说蔡元培讲 这个美玉带宗教 他讲的就是说 教如何情感之运用 那会不会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有品质的东西 实际上是 不管你是什么 你最后引起了 我美好的情感 为什么你刚刚说 公益的这种标准 因为可能只有达到 这种标准 它才能激发 你美好的情感 你烂七八糟的一个东西 它可能无法激起 你美好的情感 会不会就说 激起美好的情感 是一个品质的标准 徐老师 美学家 我还是想到 因为小青 我还是想着 讲到要吃的问题 汉堡包的这种统一化 比较明显 那我们一般是在 填饱肚子 速度快的时候 但它至少达到一个好处 就是基本的干净 对不对 比一般的如果 卫生健康 当然我们 它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基本上我们这样 那比它再好一点 比方我们晚餐 我们去吃一餐 我们就不会去这样的店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都是从众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 好听的饭店 它也连锁 它上海有一家 这个北京有几家 什么什么 去这种饭店 比较保险 那如果再要往上 比方说我们又想要品质 又想要格调 又想要面前 其实是一般是两条路 其实我们都是很盲目 都在从众 一个呢就是贵的地方 就像去到某一个 有名的饭店 很高级的套房 然后啥都这个 鱼子酱等等 那至少吃这个贵 那还有一种 那这种可靠吗 比方说台北 有几家吃牛肉面的 要排队排很长的 这个街上 那它以标榜 就是说我不开连锁店的 我就这几家 很多人去 我的汤是多少年 不变的等等 那这些靠谱吗 这些是不是品质好呢 在牛肉面领域 是靠谱的 只能这么说 但是你 时间和人数的检验 对 但是如果说 它就是 牛肉面 美食 它就是美食的 最高的境界 可能它确实又差一点 它在这个专门的行业 做得非常精 它特别 就是日本这样的店 可能就会更多 有专门的寿司店 有专门的天夫罗店 小店 特别小的店 很有名 也排队排得要死 对 比如说有一家 吃泥秀的店 我们想 日本人怎么能吃泥秀呢 泥秀好像我们老家才吃 日本人就在千草旁边 不远的地方 就吃泥秀 也排队 也必须得 它是炸的还是 不是 它就是一个小铁锅 往那个炭炉上一放 煮 就是上面放的 切的大大咧咧的 小铁锅 是带汤的 带汤的 那还有 它有鲤鱼的刺身 那我们在国内 比如说我们做 顺德鱼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专门打上字幕 请注意安全 这个有寄生虫 这个 大家要小心 要不然播出会有风险 比如潮汕生烟 我们就潮汕生烟 一吃 哎呀 那简直 就眼睛都睁不开 好吃 但是我们要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说 顺燕要小心 要注意个人健康 也不是每个人的脾胃 都能适应着 但是在这家餐厅 你能吃到鲤鱼的刺身 生吃鲤鱼 河里面的鱼啊 但是呢 这是 日本几百年前 他就这么吃 那今天 人还这么热爱 这种店是故意不开连锁店 对 他肯定不开分店 他不开分店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实际上跟所有制有关系 就是 他 他这个屋子 房子是他的 这个 经济形势有波动 他反正没有房租 所以这个 再买几个房子不行吗 对 再买房子当然可以 但是 不开连锁店 是 有的餐厅 是 就像 纪录片一样 有的纪录片 是卖 制片人的 有的纪录片 是 卖导演的 谈话节目 也是这样 有的节目 是卖平台的 有的节目 是卖主持人的 只是我说 所以这种牛肉面 就等于是卖主持人的 对 他是 他是卖 他 他不认为他有能力 做这么多 他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都尝试过 我做更多的试一试 做不来 我问那个老板 因为我们排队排很久 永康街 对 永康街排队排很久 外面又刮风 又很冷 那等到买到 这个位置又很挤 对不对 那等到我就问他了 我说 你为什么多开几家 为什么不多开几家 他说多开 我就管不好了 他就是 那我就觉得 他这是一种很朴素的 像写文章的人 他不愿意弄得太多 他不愿意考论销路 就是我回到刚才讲 他是以quality 就是以质量来第一来考虑 但是房子不是自己的 它就好可能 对对对 他应付不了市场竞争 也不是这个 你做好了 我给你收回来了 我来做 但是我觉得确实像你说的 你比如说这个品 品和质 品呢是高低 对 质呢是内外如一 懂画的和不懂画的 你承认不承认有高低 人品承认不承认有高低 品质就是比较多一些客观性的因素 品位就相对来说比较主观了 对不对 这就涉及到品位了 但是品位呢 又有好多加速 对吧 这个系统呢 他好像有他的高低 你比如说 那你很多喝泡茶的 就很多圈子 那你 他觉得他这是高 你那是低 我们拍片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去拍一个做茶的 我说 哎呀 我说真好 泡茶 真好 我说 两天喝了两个大师的茶 你喝了谁的茶 我说了另外一个名字 哦 那今天你就不要喝我的茶了 哎呦 哎是是 竟有这样的 什么意思 同行相亲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 那他 你不懂茶的 你喝不懂我的茶 不管是衣食住行用赏 就是 你就说蔡延培这个 美欲的问题 他原本啊 是有他道德的含义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孔子讲什么 武未见 什么好德 如好色者也 我觉得美欲 真的是个方法 就是说啊 你说让人舍己为人 这个东西对他来讲 是需要克服人性的一些 恶性 或者叫动物性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人要知道美丑了 哎 有些行为 我相信你不爱做 你是觉得太丑了 倒不是说你多么高风亮节 说实在的 是因为如果你有一定的品味 你觉得太太丑了 你看 他这个美欲 所以我说这个再推广一步呢 就到了小青说的这个 这个品 你像现在这个流行词叫你品 你细细的品 哎 你觉得是不是 就是不会细细品的人 他这方面的神经 或者说他也没往这方面做过努力 但你要努力努力呢 我就说也许你就能不吃亏 就是在很多选择当中 哎 你特别注意回味 特别注意变味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老师说 这种红酒好 我试试 他说那种红酒好 我试试 哎 这有点像人生的混乱选择当中 你该怎么办 就是请义多诗 但是最终你要对自己的感官诚实 可是你的感官需要你学习 需要你开发 需要你进步 这个 这个就是跟 当然跟训练特别有关系了 我就想起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好像是黑泽明的女儿 她写那个回忆 她说 她爸爸跟她说江湖时代 有的那种商人家里面 什么 就让这个孩子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好东西 什么真东西 就给真的金块 当玩具玩 就是让他玩 而说从小接触真的东西 甚至就是说 他一个就是你长大了 知道什么是真金 但从小也是有这个真的概念 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 你比如说 那不要钱的 那大自然 或者是等等一些 真的好的自然的东西 你可能慢慢的 不光是吃了 各种方面 你会有你的 就是这个体验 那其实你刚才还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美的感受会引起 方方面面的改变 我讲四美 三十个爱 对 对 哪四美 说得出来吗 心灵美 肯定是 环境美 有吗 有 然后呢 我采访过就是湖北 有一个就是贫困中学的 就一个校长 他去到就那个学校的时候 他说一开始 那个校风特别的糟糕 比如说就是考试作弊 老师都帮着学生作弊 那种就是一个 大家不爱去的这么一个学校 他干了一件就什么样的事呢 他在这个厕所 叫大家种植物 我们学校有这个美术老师啊 你弄了这个绿植花 怎么弄进去 把这个厕所弄得特漂亮 就从厕所开始 大家会觉得 我们这个环境在改变 他们的学校的方方面面 一切东西都 大家开始觉得 我要维护这个环境 他就说有这种 细小的一个环境的改变 慢慢慢慢把校风啊 各个方面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努力 就是说美的感受 会引起一个人方方面面的改变 我真理想主义 那你讲讲现实主义 对 你说说现实 现实主义是我们的胃口搞不听 就是说自己没法下判断的时候呢 照他刚才的说法 信别人还是对的 就是谁是老老字号 很多人排队 你排队大致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不会那么多年 那么多人上当 对不对 当然慢慢的你就 因为你与此 现在有一个 现代化的排队方法 就是网上查 对不对 这家店点赞的人多 网评好 那根据 这个都是在自己判断能力 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那你还有一个选择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用的 那就是看 他的装修啊 宣传啊 包括网上呢 很可能是生产关系的宣传 对 对不对 他不像那个排队 讲的故事 就是他不一定真的品质好 但他的故事讲的好 所以你看 这跟人生一样 就是你有几条选择 最好的就像我那说的口味 我能品 我一判断就好 但是说实在话 我所有的食品里面 我能判断好坏的东西 没几样啊 有什么 大部分的 我生煎馒头我知道 生煎馒头你 后弄我 我不行的 有品质的身份 他这个 里边的肉是哪一部分的啦 面粉是到什么程度的啦 放不放发高粉啦 发中的还是发低的什么 我还都知道 品质 这生产过程 我都知道 而且你好坏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 更不要说红酒 这种学问生 无从叛选 红酒它和文道行 我哪行啊 我被人家喝那个几万块的 跟几百块的 搞在一起我都搞不清楚 那我们立下子觉得自己文盲啊 就是根本就是不行 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们了 就需要专家 而这个专家就要受两个东西支配 就是我刚才讲 一个就是老店 对不对 而他们在市场上是不指向的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投入宣传 对不对 广告 故事讲得好 那我们也会进去 对不对 你否则怎么办 所以怎么选择食物 其实是跟怎么选择人生道路一样的 是啊 你看你讲的这个什么生煎馒头啊 什么包括小青 我觉得他特别为人民服务 就是说老百姓爱吃的这个食物 其实咱们说了半天 这个品质啊 倒不是说多有钱 对对 你说这个品质 是不是只对所谓的高端人士而言呢 我觉得不是 当然不是 就是对啊 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钱也不多或什么的 他怎么有高品质的生活 体现在哪呢 就像吃的一样 叫适口者真嘛 就是他都每个人都有 合适自己的胃口的东西 但是 回到自然属性 对 但是你说老实话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可支配的资源 资源或者是资金有这么多 对 能够吃到自己天天想吃的东西 对 所以他品质有时候 或者说品味有时候 你能够得到的和你想得到的 就像分子和分母的关系 你想得到的特别多 能够得到的就这些 你可能就会 它的数值就会变小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就想到一个笑话 就是说 因为新冠 我不得不提高了我的生活水准 如果再不留掉的话 我就破产了 怎么说 就是因为不是每个感染的人 人不都有他的去吃了哪家餐厅 对对对 去了哪个酒店住 不都有松迹吗 对 所以为了留掉能好看一点 把自己的生活水准提高了 有一天曝光的话 你再留掉了 对对 如果再不曝光的话 真的 这事对他有影响 就是实际上 你原来是天天吃麦当劳的 怕被人曝光这件事 好多地儿 原来吃的地儿 你都不方便去了 对啊 那万一留掉了 对吧 你看 我还以为他说流产了 那没关系 你常去吃普通的店 那对你有伤害吗 没面子 被公布 你看 面子算不算品质要求 这品质 高品质生活到底是面子 面子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品味 情调 对 有很多东西 很多人去的时候去吃 其实都知道 吃一个情调 对不对 吃它的一个环境 名气 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能看到 能很多的这个 餐饮的教学的这个课程 它都是告诉你 就是它利用的是 人的心里比较脆弱的那一面 比如说 为什么那些餐厅 人多 它适合拍照 对 你拿着自拍杆去吃饭 就特别合适 我现在看某点评上 都要写上 叫适合拍照 对 是吗 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 关键你花的是八十五块钱 你能够吃出来 二百五的感觉 还是吃成二百五 就是这个 这个它就给人明确的心理暗示 所以 有时候 参加一些餐饮方面的同行 那这个论坛啊 会啊 我心里面就会有些悲凉 就会觉得 嗯 餐饮和美食 往往用的是两股劲儿 刚才说提升品质 我们说 人判断品质是 你的一个审美过程 对 对 那提升品质是 对方来看我 诶 这也可 对 没错 这是一个反过来的 这反过来的东西 往往我们提升品质 提升到一个合适的程度 就简单地说 提升到麦当劳的这个程度 它是一个最佳的盈利点 嗯 我投入的精力 我雇的人 他们是 我用的时间 他们是仔细算 对 反复计算过的 这就是最合适 我这样就能挣到钱 可以 那你要 但是 比如说我花50块钱 能够到这个程度 能够到 这个60分的程度 我再花50块钱 能到65 但是就觉得 才能只能到65分 往往是这样的 这是现代社会 给我们带来的 标准化 对 它就使得你对品质的要求 只能是在一个限度内 只能在这 所以对生活要求高的人 你要付出的 你要想吃70的 你要付200 嗯 我现在经常发现 就是说我想要这个东西 质量好一点 我的价格可能要付出的 就是两到三倍 或者更多 这个不仅在吃 在各种 衣服 汽车 各种房子 对 都会体现 所以 它超过一个 一个就是你讲的一个最佳限以后 你任何一步提高 就要付 都要付出 加倍的努力 所以就要找那种 就是高一点 但它价格没有高几倍的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 人都想 这个一样 我们俩的方法论是一样的 他就说买衣服 他说你看 比如说人家刚刚开的那种店 他说你找什么样的店呢 他说找富二代开的店 为什么呢 料子不花钱 就是他这么说 我倒是想到 你刚刚说他这个 就是说品质 一般现在 其实大家都特别焦虑这个事 就为什么呢 如果你说品质 跟这个美的东西 跟审美 跟美誉挂钩以后 现在所有家长都焦虑 因为什么 美誉都纳入了中学考试 你知道吗 是吗 以前没有这个 对 现在中学要考 升学要考这个东西了 就是大家从 怎么了 你发现了这个亨美 好像这个满汉倒茶的动作 我以为他突然发现 这个杯子买了 就是没有品质 他们你看 所以现在看这个 美术馆展览的 这个家长 就是懂不懂都报这个班 还要学 要带着孩子看 他自己看不懂 也是孩子都排着看 然后呢 就千方百计的 要提高这个东西 因为算分数是吧 不光是 而且不大家真心也觉得 就希望下一代有这个 就我们这一代可能 表达刚才的信念 就是让小孩 从小知道美丑 以希望他以后 长大以后就会有品味 我们的社会经济 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发展到大家 希望孩子从小 就是说 就下一代人 从小能知道美丑 很多孩子 我见过的 他会弹钢琴 可我觉得他不懂音乐 他会画画 可是我觉得 他不会欣赏画作 我觉得他不懂审美 是不是心灵的事情 灵 就是一个是经验 看的 还有一个是心灵 我就在 我最近比较感慨的 我看日本有一个 就是那个动画片 已经很多年了 叫阿设计 它就是一个 集了日本 就是日本最好的设计师 半壁江山 什么原言斋 什么魏严 我这些人都是给 这个片子做策划 做这个里面的 就是这个设计 但是个动画片 很多很多集 每一集 就是这个十来分钟 讲这个东西 怎么拆的 怎么设计 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要培养 说这个 这个就是最早的 这个导演 他就说 我是要培养 六十年以后的 设计师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 就是说 我们觉得某一个领域 最高的这个艺术家 最好的什么 他不应该给 小孩子去服务 我就说 最好的这个艺术家 最好的设计师 他们能不能做一些 从就是最底层 开始做的事情 能让他慢慢 传起来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小青 你可以给支支招 大部分人的 这个生活 甚至是年轻人 有些是租个房子 甚至只有几平米 这是立椎之地 他怎么该 他该怎么追求品质 如果说现实 可能是很残酷的 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一个 向善的一个内心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过有品质的生活 实际上 到了自我 这个实现的 那个地方 跟物质生活的关联 并不大 内心够丰富就行了 我经常跟同事在一起 同事说 那是个 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那个可能很贵吧 他们就会 挤得我说 你的内心真充实 其实 它跟物欲有关系 还有一个 就是给自己立规矩 就是 中国现在 这个大家 比四十年前 要富 要有钱多了 或者说 物质生活水平 提高多了 那过去的追求 是 吃饱 吃过瘾 吃满足 现在更多的是 吃少量的 吃精致的 这样的人 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 他们 他们就是 大致是有品味的 也不会 像我们天天 去吃烤串 这个 也没有 吃烤串没品味吗 不算有品质的生活 吃烤串 说老实话 吃什么都不重要 我觉得就是那根棍 在那坐着 喝着酒都行 就是 它不需要 特别精细 谢意 你说 听哪个烤串 烤串大王 好像 它的技术含量 稍微低 你看 它这个还是跟技术含量 有关系 对啊 所有的餐饮 肯定都跟技术含量 有关系 刚才 薛老师说的 排大队的 那个牛肉面 嗯 那就是 它 天不亮 就前一天晚上 开始炖牛肉 早上 切成块 再 再炖一次 完全 烂了 还快 还在 一块一块的 还都在 然后这个牛肉汤 再来做面 它不是单凭名气 它真的是在 制造工艺上 就是无论谁去拍 无论是去暗访 它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一碗 那个牛肉面 是什么 里面有五种不同的地方的牛的肉 有什么 有澳大利亚的 有巴西的 这种 这个肯定是讲故事的 就肯定是讲故事 就骗你这样的 人家有报道的 当然我吃不出 那牛是 什么哪个 用的什么护照 我想 我想 他刚才回答的 正是 对所有领域都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价值观呢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 对 就是 吃东西 你可以吃很贵很贵的饭店 那这是一种 但是我们看到 非常现实的 老字号的 对不对 老百姓排队的 很有地方特色 还有家里的 没有人比妈妈包的汤 更细心 当然 肯定 这此处有弹幕 我妈就不包汤 所以实际上 现实生活当中说 并不是人人 都要照着这个社会阶梯 才能追求到自己的幸福 虽然你们故事讲的很多 你牌子很多 什么东西很多 穿衣服也是这样 各种生活 只有房子稍微难一点 但是小鑫 我问你 你比如说 你当年比现在穷十倍的时候 你认为你的生活有品质吗 没有品质 我现在的生活也不怎么有品质 但是我经常会跟有品质的人在一起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你和你的同事 但是你会觉得 人在追求品质的过程当中 再丧失一些东西 那二十年前 在东四十条桥 老李考串 在一起喝酒 谈着一些哲学命题 说着都是我 只听过名字 从来没看过著作的 二十四十 这哲学家的名字 他特别开心 现在他喝很贵的酒 是吗 但是你经常会说 看他没有那么开心 或者他会很挑剔 他会说 这个菜再怎么一点 以前到深圳 我带你去 那个谁 有一家餐厅 他评价的最好的是 菜烧得不错 菜烧得不错 这就是最 就是现在 他要各种摆盘啊什么的 都可讲究了 气氛 就是你可能追求一种东西的时候 也在失去一种 你讲的太好了 你就是什么都买不起的时候 你跟我们 找某一个地方的一碗面 那个尽头也大不一样 我认为 当你找最好吃的那碗面的时候 你就是你当时的品质 你我就认为 那个时候 哪怕你再穷 你有这个心 我们就随便了 他呢 会找找找找找 哪怕五块钱一碗 我要找到最好吃的那一碗 这一方面 这就是一个品质 而且呢 这种品质呢 到后来的这个变化呀 比如说你喝五百块钱的红酒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喝一百块钱红酒时候的乐趣 这就像是他们 像是演员 你也就牺牲了听很多笑话的笑点 对你来说都琢磨过了 你不像我们笑点低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 你说这太有意思了 我们吃点低 就会就会特别快 我现在就明白了 你知道我最近开始网购了吗 我真是后知后觉 这么这个这个乐趣 老听年轻人说了很久 我最近才迷上了 有点影响工作 我觉得我每天 你知道 你找什么呀 我找什么 我告诉你 我找乳油 哦 陶瓷 我买的 有二十多块钱的 有九十多块钱的 有九百多块钱的 我因为我知道我不懂 所以呢 我只买二十多块钱的 然后呢 哎呦那个快乐 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图片 他那个什么 有时候你还甚至能直接联系那个买家 你可以问 因为呢 就是我现在对这个陶瓷呢 宋瓷啊 一知半解 那么他们都是访嘛 访 我就在这二十多块钱里边挑 挑啊挑啊 我就家里又有这个图册 我就对 对颜色 造型 对 哎这家 这个比这个好一点 那可能 那个碗也是他的靠谱 你知道 我很珍惜这个乐趣 我的朋友 你想马爷 那很多那是陶瓷专家 嗯 我想我在几年之后 终有一日 我的这个品位 会渐渐的上升 我会看这些二十多块钱的东西 就跟废瓷片一样 但是呢 那个快乐早不回来了 这个今天二十多块钱的 这个快乐 哎呀 真的 就是灰蓝色的 嗯 因为我现在还不是那么懂 你明白吗 我不是那么懂 摆在这儿台灯一照 好看 你就 就就是他说的 这个道理 你要好吃 你要不怕麻烦 才可能找到吃的 有人问我说 怎么提升自己的 这个 美食的鉴赏水平 我说 问我要吃什么 我说 最好的方法是吃亏 你吃了很多 就是踩了很多坑 撞了很多雷 之后 你慢慢的 一个餐厅 我大概看一眼 我就 能够知道它好一块 还有一个 对 我们一般的人来说 怎么才能找到 好吃的地方 一个是自己 要会点手艺 你会点手艺 就知道他做的 好与不好 好多人自己 一丁点都不知道 其实 只能用第一口网络了 对 对 对 那都是 好多还是用钱买来的 这个 这个刷的评价 比方说 这个就很难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要教会做饭的朋友 有一个 做餐厅的朋友 做川菜 就是每次 我们去吃了 都觉得好吃鸡了 然后就发微博 然后别人来吃 没那么好吃 给你们炒的 不是给大家吃的 他不是 他每次给我们吃 他就直接说 这个是不买的 这个是不卖的 我怎么听着 跟古董店里的 有点像 这是不买的 就是我们吃到的 实际上是没有 上菜单的菜 哎呀 后来 他们就把这个菜 就是做了 叫中国第九大菜系 叫板棚菜 老板朋友的菜 板棚 真的 真的不是说 非得有钱 还能讲究品质 真的 钱不够的时候 必须这样想 你这么说也 这话题杀手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都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些朋友 穷讲究的 穷的 但是呢 他就是 他会琢磨 琢磨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的生活在哪一个层次上的时候 也有追求 咱们在兰州 你知道吗 吃那个兰州拉面 你记得那个地史司机吗 对 就是我们说 吃兰州拉面 他说上哪吃 我们说就是 哪有就去哪 有名的一个 叫有名的一个 他那么没追求 我们说有追求的去哪 有追求的都去那 他这个话我记在心里 结果他那家也不好吃 对 那是另一件事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 你有追求 不是说你有钱 而是说你有追求 这样的人 等到他挣钱多一倍的时候 他会在另一个消费层次上 仍然是这样 对 对 所以不要拿财富当成讲究的标准 你知道 因为到最后呢 最重要的还不是你吃到了什么 拿到了什么 就是这个过程 就这个过程啊 这个过程是最有价 很有趣 但是刚才易军说的那个 说他家也不好吃 这个可能就是 跟你过去吃的牛肉面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很多当地的人 特别推崇的 就是我拍片也是这样 就是说那家红了 因为他拍片拍红的 我们当地人都不去吃的 我们很困难能够达成 完全的一个共识 这个是 我就是特别爱吃川菜嘛 我前一阵也 我也是去成都吃 然后我说 他们说的好吃 我都不好吃 后来我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口味的好吃 是那叫全球化了的川味的好吃 就是我印象当中 只有那么几个味道 就是我在北京上海吃到的 好吃的那个味的东西 我拿他去套他们那儿的 当然这个是有差距的 但有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网上的那个 有的那个第一名是靠谱的 我们有时候出差到有的地方去 还真是好吃 就是根据网上那个找 数一数二的 我也学会了看评论 我也学会了看评论 有没有真假 这个我不好说吧 你不是他代言人 不是不是 这个肯定是大家的意见 这肯定是大家的意见 就或者说是更多人的意见 这个如果是没有 里面没有水分的话 这肯定是更多的意见 但是更多的意见 不一定是正确的意见 这就像我开头说 大多数人其实也有可能 不知道什么是真好的 我的几个美食顾问 都告诉了一个诀窍 点评网的分值是从0到5.0 说如果你想吃好吃的 他们推荐的 我一看 基本上在3.5到4 为什么呢 就别的是刷的 不是刷的 就是那个是特别大众的 就是这个区间 当然里面有很多不好吃的 但是有更多的不好吃的 但是他挑的那一家 肯定是好吃的 就特别神奇 我觉得要学会看评论 现在就学会了 有时候我一看 买一个东西 说这个价廉物美什么的 我说下面评论还那么多 一些人都还 而且评论不是就说好赞 人家还拍了照片 然后说怎么怎么好 后来我说不对 我说这个评论怎么长得很像呢 我说每个人发都是五张照片 然后都是几个姿势 他们说都是买了以后 会收到说你给我发五张照片 然后就烦你多少钱 要学会要找门道 我跟一军选择是一样的 方法论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同时选 一个有连锁店的餐厅 我肯定选那个最贵的那个 就是一个名字 我肯定选最贵的那个 那个我自己的经验是好的 不是一点半点 但你能解释这些原因吗 当然能解释 那个主厨在哪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看 只要试试 就是那个评价里面 如果说这个有点小贵 尽管挺好吃的 但是我不觉得值这么多钱 我就肯定就不过去了 为什么 不过去了 他一般做的都不错 就是我微博的私信里 我前天收到一个是说 我刚到上海 我每天大量的微博私信 我刚到上海 我们两个人 希望吃200块钱以内的米其林餐厅 你帮我推荐 就是每个人的心理期待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 就是说中国各个地方的这些菜 有没有文化意义上的区别 或者说是 有没有这种有道德意义 还是问你品的构意 对 其实八大菜系出现还不到100年 就是这个提法 那八大菜系甚至只有40多年 七八年还是八几年才提出来 以前叫四大菜系 我认为他们都是官府菜 什么叫官府菜 我想一个比喻 像京剧团 每个省都有一个京剧团 就像云南省军京剧团有官宿双 五旦非常棒 那山东省军京剧团有方祥 就像唐朝那个教坊 对 他也有派别 也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总体的 标准是中原正统论的 是 官方菜 其实说的 他就是个官方菜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跟地狱出产有关系 跟气候有关系 比方说川菜的辣 这种 是吧 就没有文化意义上的 我觉得 真正的文化意义上是 我们自己的方法是 把它按语言来划分 就是方言 比如 你说都是西南官话 我说老实话 颠菜 前菜 川菜 它到底差异在什么地方 而且它都是行政区话 像我的老家 我是淮北人 我说中原官话 那再往南是讲 无方言或者灰方言 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跟语言有关系 对 甚至有些语言非地 你会发现 像江苏的高春 像浙江这种地方 可能就更多 就是特别孤孤单单的 这么一个地方 它吃辣椒 比如江山 这个地方 它吃辣椒 很奇怪 它是个非地 语言和四周也不同 说不定是哪一只 就迁到这个地方了 它也不同 所以我们会按照 方言区来找美食 别人说 为什么 我们 这个 山东 河南 河北 我们美食就少吗 确实 他们的方言 太趋于一致了 大概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拍了很多 但是到什么闽南 浙东 这一块就会拍的特别多 云南 它确实是语言和饮食 是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 能够找到的活化石的两种 这个有点关系 语言和语言 有关系 我甚至不认为 粤菜包括 就是这我个人 纯个人观点 我也从来没发表过 现在发表 我从来不认为粤菜 包括客家菜 广府菜和 潮汕菜 它们就是三个菜系 它们不是一个大范围里的 不是 它只是广东省菜 不能统认 粤菜 粤菜就是广府菜 粤菜就是广州这块的 对 就是因为它 它们语言都不相通 它不代表朝三的 世界观方法论 做菜的方式 都有很多的差异 它就有意义了 就是我们现在是 就是一个省 食与文化中国 对 那徐老师您去这么听 你觉得哪个品高 哪个品低呢 当然是平等的 这个就证实了 亚利斯多德的话 他说人的这个五官 味觉 触觉 这个还是什么 听觉 嗅觉 嗅觉 五官里边 他说就是听觉跟视觉 可以传达道德 他就说 换句话说 就是你看东西 跟你听的音乐 这个是传达道德的 所以我后来到那个罗浮宫 我看到有个人 这个米洛的维纳斯 他看看就用手上去摸了 周围的人就很反感 这个反感当然是常识的意义 就是说这些你不应该手去摸对吧 但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心理就是说 这么一个雕像 你去摸好 就不是审美了 因为该触觉 你这个触觉就变成欲望的 上手了 审美 审美 你一个审美的道理下明白 这是贤猪手 对 这就是贤猪手了 所以我当时就看他这个理论 你很难说哪一个菜跟道德 哪一个菜跟不道德 不存在 吃清淡的 这不意味着比较高档 浓烈的也不意味着比较低俗 平等啊 对 从来不存在哪一个优哪一个烈啊 你瞧瞧 我们最后躲在正能量下 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 如果说你不站在当地人的角度 来考察当地的饮食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摸到 那个地方土地的肌肤 就这么简单 对 然后你再一回到欧洲的话 你就发现这个特别有意思了 就是科学发达 哲学发达 数学发达的民族 是不会做菜的 英国美好菜 德国美好菜 这么聪明的得一只民族 他就是不会做菜 他就让你意大利的人来开 让中国人来开 每一个民族的人都站在自己的宇宙中心 德国人自己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打肉肠子就是 没有没有 我有一次和这个德国的老师一块 他说我在读什么书 我说当时我正在读福侠的书 说福侠 是哪国人 我说是英国人 一个英国人他胆敢出来写 关于美食的书 是 就是 他都会 我们去拍片 我们去拍香肠 那他们请我们大家喝啤酒 他说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慕尼黑 对慕尼黑嘛 德皮嘛 小麦啤酒 很香 说他们美国人不会喝啤酒 他们创造了一种叫惊样的东西 就是 其实有鄙视链 就基本上是一个自我 其实那对我个人来说 我更愿意喝金 那这个 真的 我们的工作实际上 就是一脑袋要扎进去 然后跳回头来 看外头人怎么看我们 然后同时呢 我们要超脱出来 看自己原来应该是个 欧洲的民族性啊 跟食品太有关系了 对不对 除了他们除了语言 就讲起来还是跟语言有关 对不对 那 不是谁说的吗 就是不会画画的名字 也不会做菜 对不对 有这么一种 有这么一种偏见 文道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 比如说法国 波尔多 他不是一个 就是水飞草莓 这个 他都是历史 然后他就长了葡萄 然后就出产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上帝对所有的地方 肯定是公平的 我觉得他说的 真的特别特别好 就像我们中国 我们来吃羊肉 羊肉最鲜美的地方 恰好都是草没有那么茂盛的地方 这个是有理论支持的 因为你环境越恶劣 他生命机能激发起来的那种潜能越高 说的最简单 他每天 我都就不容易了 他不行的 这个范围要大得多得多 欧洲跟中国是有相似的地方 美国是一个特例了 它是个汉堡民族了 变成 也不是 罗朗给我教育了我 他真是从美国的北部到南部 那个驯化的程度 就是或者殖民的时间不同 解放农历制的时间不同 带来的食物也都是不同的 真的非常有意思 仔细研究任何一个地方的 任何的食物 我们都能得到 让你喜出望外的结论 今天咱们啊 这个感觉是被这么多的这个理论啊 搞得就五迷三道的 但是我觉得到最后这个结论有了 什么叫品质啊 根本上讲 追求是品质 只要有这个追求 这个文化是丰富的 品味是多样的 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你只要去追求 就像人家说的 你去求就得到 对吧 你得去求 你要说你对这没兴趣 你对你生活不讲究 我无所谓 那只能说你不要 但是呢 我就说 我从小到大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 你比如说像那个 维美主义那个文学家 那个王尔德嘛 我有一次看 我也可能是个段子啊 就是说他死在穷愁潦倒 死在法国的一个 三流的小旅馆里 他的临终的遗言 最后一句话是 我跟这个墙纸不共戴天 你死我活 他就是看 他连这个墙纸啊 他接受不了 太难看了 我就说你看 总有人 他有一个追求 他不管你把生活 把它放在什么条件下 他也追求他那么一点 人的滋味 我觉得这个是品质的这个源头 所以说实际上品质 不光是有钱人讲的 真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品质 就像你有追求 对吧 就就像是对任何一个人都需要酱油 对吗 对吧 酱油 连酱油里你都能体现出 对品质的追求 海天老自豪 美味品质生活 鱼紫酱啊相当于二十四十 衣冠难度 又有好多家树 甚至有些语言非辟 我未见什么浩德如浩瑟卷 他爸爸跟他说江湖时代 就像唐朝那个教坊 就像唐朝那个教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